叶灵二的到来让范贤隐隐感到了不安 叶刘云因为当初东夷城跟踪范贤 追踪长公主一事 此时在皇室中极受怀疑 不光是太后 便是太子也对他产生了怀疑 然而随着前几日的走私一案 东宫被封禁 太子成为龙中雀 整个沁国皇室都变得极其躁动起来 当然叶刘云的处境也随之变得十分尴尬 他名里虽是京都守备 但实际上却是太子门下 太子若是一岛 他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些牵连 所以这几日 叶刘云与其他势力截然相反的是 叶刘云十分的安静 并不像其他势力那般躁动 而让范贤感到不安的便是 叶刘云在如此安静的情况下 怎么会让叶灵尔来拜访婉儿呢 要知道 走私一案太子针对的就是范贤 而最后太子落的这幅田地 虽说是咎由自取 但跟范贤也绝脱不了干系 甚至在太子门人看来 太子如此之败 都是范贤一手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叶刘云却让叶灵尔前来拜访 如何能让他心安呢 换好衣衫 范贤来到客厅 却发现叶灵尔已经走了 叶灵尔来做什么 范贤问道 此时客厅里只有灵尔在 不做什么呀 就是过来看看我 灵尔尔不太明白范贤的意思 但还是据实说了 范贤闻言皱眉 脸上满是困惑 见状 灵尔尔也是心神一斗 怎么了相公 他不明白范贤为何会是这般表情 难道叶灵尔不能来看望自己吗 太子被重罚很有可能被费 叶刘云此时最该做的便是明哲保身 但他却在此刻让叶灵尔来探望于你 我想其中或多或少也有些要与我讲和的意思 太子一倒 叶刘云在京都的形势便不如当初那般大好 而整顿内裤叶家人首当其冲 这两件事啊都是范贤主使 所以说起来 无论是叶刘云还是叶家 他们即将面对的危险并非来自皇室 而是范贤 叶灵尔此来探望灵尔尔 不得不让人以为是叶刘云向范贤示弱 但这种示弱实在太过古怪 因为以叶刘云大宗师经济守备的身份 他犯不着这么着急向范贤示弱呀 更何况现在东宫虽被封禁 但太子并未彻底倒台 内裤虽在整顿 但除了当初的叶飞青以外 范贤也未曾对其他叶家人下手 叶刘云这个示弱的举动是否太着急了些 范贤一时实在想不通 叶刘云此举到底是为什么 这不像是他的风格 而这时五竹出现在客厅外的院内 婉儿我与五竹商量点事 你吩咐下去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我们 范贤言罢 只见林婉儿很是郑重的点了点头 来到后院 范贤刚刚坐下 便听到五竹的声音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东西 在太平别院的时候 五竹就好似想到了什么 但一直没有机会说 什么 范贤急忙问道 我好像记得当年小姐在修建太平别院的时候 跟我说过什么话 让我好生记着 五竹的脸颊上的肌肉不停的抖动 脑袋不住的偏转 好似在回忆 在努力的记起 可是他却始终记不起叶青梅当年 究竟跟他说了什么 一时间 五竹好像很痛苦 双手抱着脑袋使劲的摇晃 说 说 范贤急忙出声叫停 想不起就算了 别想了 他虽然很想知道五竹的脑袋里究竟藏着什么记忆 可是他更不想看到五竹如此痛苦 五竹因为范贤的呵斥而停下了追思 但是脑袋却猛得一抬 我想起来了 什么 范贤文言不由一惊 当年小姐在太平别院的时候曾告诉过我 五竹的回忆回到了二十年前 那时候的叶青梅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 但五竹却仍旧是现在这份模样 小竹竹 你就不想知道我在池塘底下藏了什么 叶青梅的脸上满是稚嫩 说话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得意 彰显出那时候的他年轻气盛 小姐告诉我 我就知道 五竹的声音始终如此这般的冷漠 哼 你真是一点也不好玩 好吧 我告诉你吧 我在池塘底下藏了一道机关 只要打开那道机关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秘密 对啊 我可以告诉你 你再告诉我的儿子 这样不就把这个秘密留下来了 叶青梅说到这里 不由伸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此时叶青梅的肚子已有怀孕的迹象 微微隆起 儿子 小姐为何肯定一定是个儿子 五竹很少有发问的时候 不过他的这个问题却十分的关键 因为女儿家在这时代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所以我只能生个儿子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叶青梅依旧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显然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十分在意 我告诉你 要打开池塘底下的机关 需要一个密码 我把密码分别留在了四个大宗师那儿 你要好生记着 千万别忘了 叶青梅特意叮嘱 着重强调 好似预感到五竹会失忆一般 但那时候 谁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即便是五竹自己也不能 所以五竹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 不过我真的不希望他找到这个秘密 他是那个实验里唯一存活下来的 我希望他能带着既有的记忆 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 再也不要回到我们来的地方 叶青梅的眼睛里浮现出一抹期望 便好似在阴雨绵绵的季节里 期盼彩虹和朝阳 那种深邃且真挚的眼神 让五竹又刹那间的失神 而这时 外面呼的传来一道鹤声 五竹出发了 声音很是洪亮 像是能够贯穿整个别院 五竹听得声音 响也不响 冷哼一声后 立刻转身便走 小竹竹 你又要去打架是不是 叶青梅很生气的看着他 然而五竹却没有停下 仍旧毫不犹豫的走了 叶青梅望着五竹离去的背影 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叹息和无奈 回忆到五竹离开太平别院 戛然而止 五竹的记忆里 没有出现那个叫他离开的人 也没有出现除了叶青梅以外的任何人 甚至是他离开太平别院的时候 整个别院里竟没有一个下人 回到现实 当五竹将自己的记忆重新梳理一遍 他的目光霎时间落在了范贤的身上 而范贤也在此刻站了起来 四大宗师 我娘还真是 看得起我 密码藏在四大宗师那 这让他怎么去取呢 四顾剑苦和或许还比较好说 毕竟之前 他已经与他们有过合作 但叶刘云 嗯 叶刘云 今日怎么会如此恰巧的前来示弱 范贤想到这里 呼的觉得有点不对劲 今日自己太平别院 得知池塘底下乃是一个密码锁 而五竹也因为今日之事 想起了密码 就藏在四大宗师身上 叶刘云 恰好在今日前来示弱 难道说今日之事 本身就是一个局 范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说 池塘底下的秘密 除了你和我娘之外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他不敢肯定这一点 因为当年的事 只有叶金梅和五竹才清楚 这个秘密 除了他们之外 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呢 不知 五竹摇头 此时的五竹已经恢复了以往的冷漠与淡然 可是说 当初我娘跟庆帝 陈平平 我爹等人都是至交好友 如果我娘在修建太平别院的时候 留下了这个秘密 那他们三个人没道理不知道 你觉得呢 范贤的不解在于 他母亲若是要藏下这个秘密 定然也会如当初藏那枚子弹那般 庆帝 陈平平 范贤等人 不一定会知道这个秘密的真实内容 但肯定会知道 他母亲藏着这个秘密 而且 从庆帝 陈平平 布局二十年之久 就为了从肖恩嘴里 套出神庙的秘密 就可以看出 他们早就知道了 他母亲来自神庙 他母亲也在信中说了 神庙的秘密 就藏在那道暗门之中 所以 庆帝 陈平平 极有可能知道太平别院里 藏着一个秘密 所以庆帝之前 一直不让他去那里 范贤此时想通了这些关节 心中一斗 豁然解开 之前庆帝 一直不让他去太平别院 一方面 当然是因为庆帝 担心范贤 从蛛丝马迹中 发现他和范贤母亲的关系 而另外一方面 则是担心范贤 会发现有关神庙的秘密 庆帝和陈平平 筹谋二十年之久 为的就是神庙的秘密 他们 岂能让范贤 先一步得知 一丝即此 范贤顿时忍不住冷笑起来 你笑什么 五猪没有回答刚才的问题 反而问到范贤 我在笑这帮人 真的丧心病狂 既然庆帝要隐藏太平别院里 藏着秘密这件事 那他又为什么会同意范贤 去太平别院呢 范贤之前以为是庆帝 不好拒绝自己 所以才会同意 可是通过今天发生的事 范贤却呼的觉得 这恐怕又是庆帝和陈平平的局 为什么这么说 五竹不解 叔啊 你也不想想这两个人都是什么人 他们能为了神庙的秘密 甘心用二十年去编造一个谎言 来套肖恩的话 那又何必担心我会打乱他们的计划呢 今日我去太平别院 制造混乱的人是监察院提供的 守卫监察院的人乃是进军统领 所以只要他们能专心演好院外打斗的戏码 我就一定会去池塘底下探查那个秘密 而一旦我找到这个秘密 得知密码藏在四大宗师身上 那我就成了唯一能够打开这个秘密的人 所以夜流云恰到好处的前来是好 为的就是我能从他身上得到这个密码 要在监察院门口制造混乱 吸引进军的注意 那就必须要一帮伸手了得的人 而范贤手下自然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范贤不得不去求助于监察院 倘若陈平平和庆帝早就知道太平别院里藏着的秘密 只是不知道打开那道密码所的密码 那他们能够寄希望的人是谁呢 范贤 只有范贤才能打开那道密码所 你是说他们也知道密码藏在四大宗师身上 五珠有些疑惑 因为在他的记忆里 叶青梅只跟他一个人说过这些事 我不知道 但我能肯定的是 陈平平和庆帝定然会想尽一切办法 知道密码在何处 而我隐隐约约感觉 这件事很有可能跟当初我娘被杀有关 范贤也不知为何有这样的感觉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这种感觉就好似太平别院池塘里的那块假山石 看上去很是突兀 但却又实实在在的存在着 五珠听到这里也是哑然 他不知道范贤想到了什么 但是听范贤言 他却又觉得有道理 只是说不上 现在 若我们假设境地和真命命早就知道这秘密 也知道密码藏在四大宗师身上 那我们再来分析之前的种种 初始北齐的人必须是我 因为只有我才能从萧恩嘴里套出神庙的秘密 而我初始北齐 斗垮了沈昼 救出了阎兵云 甚至和北齐小皇帝达成协议 与北齐成为盟友 以此博得苦和的好感 初始东夷城的人必须是我 因为我要创造三国的局面 就必须亲自去一趟东夷城 而我初始东夷城 与四孤剑达成协议 成功导演大宗师之战 四孤剑与我也成为盟友 再加上之前二皇子在京郊围杀我 夜流云前来相救 天下四大宗师 三个都与我有了联系 如此一来 只要我知道密码藏在四大宗师身上 就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得到藏在四孤剑 苦河 夜流云身上的密码 范贤忽得想到初始北齐前 庆帝对自己的交代 无论如何 也要活着回来 范贤之前以为那是因为自己的身份 可是此时想来 却不一定 或许在庆帝的眼中 自己的身份固然重要 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揭开秘密的重任 才是庆帝真正想要得到的 因为按照之前的推理 整个过程竟然流畅无比 而且丝毫没有破绽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 节奏 小鸟 咱们快点 我们下集完 им 地